长久以来对于赵云的传说都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他的成名战长板坡之战 关于此战的讨论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就从三个角度来讨论一下 看看猛人赵子龙在长板坡究竟杀了多少猛将 从三国正史到三国演义 再到三国评书 一个比一个夸张 三国正史中的赵云 三国正史中的赵云其实勇猛程度是比不上关与张飞的 由于刘备前期混得比较惨 导致关与张飞的记载比较少 所以很多关于他二人的记录都遗失了 不过从曹魏众人对关与张飞的评价便可以看出 他们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绝世猛将 一个万人敌的评价 整个三国也就只有关与张飞配得上 史书中关于赵云的定位其实是和黄忠差不多的 被称为刘备的爪牙 正史中的赵云虽然武力不及关与张飞 但是在长板坡一战 他也凭借自己的勇猛 闯出了赫赫威名 当时刘备带着十多万百姓逃亡 所以行进速度很慢 最终被曹操追上 曹操此来 带的是他手下的精锐部队虎豹齐 所以刘备根本抵挡不住 很快就被击败了 只带着赵云 张飞 诸葛亮等数十骑逃走了 而就在逃亡途中 赵云又跑散了 很多人说赵云是去投靠曹操了 刘备不相信 原来赵云是杀回了曹军阵营 把甘夫人和刘善给救了出来 令人震惊 赵云孤身杀回重围 其忠义之心赶照日月 而其能从虎豹齐手中抢人 战斗力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要知道这个虎豹齐 可是百里挑一的猛士 由此可见 赵云在此战中是多么的勇猛 遗憾的是 史书西字如今 所以我们无法得知 赵云在此战中 到底击杀了多少敌将 三国演义中的赵云 三国正史中 关于赵云斩杀了多少敌将 并没有明确交代 但是在三国演义中 赵云的勇猛表现 则有清楚的描写 赵云反身回到战场后 先是救下了简佣 后又击杀曹将淳于岛 救下了弥竹和甘夫人 在护送甘夫人离开后 赵云又再一次返回战场 一回合击杀了曹操的 卑剑之将夏侯恩 抢夺了曹操的配剑 青刚剑 在干掉夏侯恩后 赵云终于找到了 弥夫人和阿斗 不过由于弥夫人身受重伤 不方便逃离 所以最终他选择了自己 赵云独自带着刘扇 逃离战场 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 赵云主要击杀了两员曹将 一个是淳于岛 一个是夏侯恩 这两人的功夫 似乎并不是很高 不过淳于岛是曹仁的部将 能带领千余兵马巡视战场 应该勉强算是个名将吧 而夏侯恩乃是帮曹操卑贱之人 很明显地位是比较高的 属于曹氏宗亲 所以说这两人都勉强算是名将吧 不入流的那种 在找到阿斗后 赵云开始了撤退 在撤退途中 他比较倒霉 遇到了张和 虽然在阳山之战中 赵云曾三十回合击败了张和 不过此时赵云怀抱阿斗 根本不敢和张和久战 所以两人没打多久 赵云便选择性撤退了 之后赵云又遇到了马颜 张乙焦处张南四将 不过这四将的战斗力也不咋样 即便是他们指挥手下 一起围攻赵云 仍然并非赵云的对手 反而是被赵云打得落花流水 也正是这勇猛的一幕 令曹操大为吃惊 于是曹操下令 不准放案件 要活捉赵云 事实上 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 正是因为曹操下令 要活捉赵云 所以才造成了曹军的大量伤亡 以至于最终 赵云在撤退途中 竟然一路狂砍击杀了50多个曹营名将 原文 这一场杀 赵云怀抱后主 直透重围 砍倒大旗两面 夺朔三条 前后枪刺剑砍 杀死曹营名将50余元 可以看到 赵云在长板坡之战中 斩杀的曹营名将 共计50多个 不过既然这些人连名字都没写 且曹操手下的那些一流猛将 都完好无损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赵云斩杀的这些猛将 估计就只是淳于岛 夏侯恩治流 都是些不入流的战将 不过能在曹军的重重围困中 成功突围 且斩杀了50多个曹营大将 还砍倒大旗两面 夺朔三条 这已经足以体现出赵云的勇猛了 相比于三国正史 演艺中的赵云战绩更为出色了 三国评书中的赵云 评书中的赵云比演艺中更厉害 创造了枪讨枪王 钻打徐楚 血喷曹红 下退张辽的记录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评书中的赵云 究竟有多猛 在《三国演义》中 高岚是在《阳山之战》中 被赵云偷袭 一枪刺死的 刺得十分窝囊 但是在评书中 高岚则是赵云在长坂坡之战中 击杀的第一个曹将 而且这一次 高岚是死在了和赵云的正面交锋中 足见赵云有多强 要知道 高岚可是河北四庭柱之一 和炎梁文丑张合齐名的 结果在长坂坡 他被赵云一回合解决 赵云的战力简直是逆天了 长坂坡之战中 第二个和赵云交手的 一流名将 乃是张合 他和赵云也只交手了一个回合 最终心虚撤退了 第三个和赵云交手的 一流名将 乃是曹洪 他是曹操手下 八大虎将之一 最终被赵云一枪 刺中大腿 第四个和赵云交手的 一流名将 乃是徐晃 他也是曹操手下的 八大虎将之一 擅长使用开山斧 在和赵云的交手中 他被赵云扔出的钢鞭 砸中护心镜 被打得吐血 只能撤退 第五个和赵云交手的 一流名将 乃是文聘 不过文聘原本就是荆州将领 他和赵云的关系 还是不错的 所以在战场上 两人玩的是假动作 根本没有真正的交手 第六个和赵云交手的 一流名将 乃是徐楚 徐楚乃是曹操手下 八大虎将之首 战斗力非常强悍 人称虎痴 不过在和赵云的交手过程中 他败得非常惨 和赵云交手 仅仅两个回合 他就被赵云打中了后背 最后扶安而逃 第七个和赵云交手的 一流名将 乃是张辽 他也是曹操手下的 八大虎将之一 在徐楚被赵云击败后 张辽前去接应徐楚 结果被徐楚 喷了一脸的鲜血 吓得他只和赵云交手了 十多个回合 便直接撤退了 从评书版的 长板坡之战来看 赵云在此战中可谓是非常生猛的 演绎中的赵云完全比不了 在此战中 赵云大杀四方 无论是谁来与他交手 最终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赵云太猛了 怪不得三国二十四名将中 要说一履二兆三点围 就赵云在长板坡之战的表现来看 他甚至是可以挑战吕布的第一位置 同时我们基本也可以断定 三国二十四名将的排名 极有可能是按照评书来排的 而根本不是按照三国演义来排的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